想呼籲大家的就是 这个可能是一个right moment 跟你的以前可能可以合作的伙伴啊 对手啊 可不可以交流一下 我想知道的是 现在你们的行业面对什么冲击 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应变的方式 现在是一个危机的时候 OK 强者是看现在是谁是强者生存 我觉得企业家不是讲你有多大 多厉害 就会生存的 永远在做企业 我们讲的是 谁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 去adapt的最快 然后做最大的改变 很多的大企业 不是他们不想改变 因为他们已经是恐龙级巨兽来的 他们要转变也很难 很辛苦 在这个过程 他们就会面对比较大的挑战 在转型 OK 在升级他们的企业 所以我想呼吁大家的 OK 我们也不要在这个过程里面 落井下石 OK 可以的话大家看可以如何去资源整合 去对接 看大家可以为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好吗 因为 同样一个行业 假设你的行业面对冲击 你的对手 你的朋友也是会同样面对这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想过在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是整合起来 一起帮马来西亚企业度过这关 为你自己本身的行业 OK 去做一个对接 可能以前大家就是忙着去赚钱嘛 对吗 只是把别人看成对手 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对手也只是一个 大家只是生存嘛 看下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什么可以扶持你的对手或是你的朋友 一起做一个资源整合 因为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自己的强项 一定有自己的资源 然后一定有需要某某的资源 然后最重要的一定也有一点资源是你还没有用到的 你也不知道如何去运用 在这个过程 可以不会把你没有用到的资源 也跟别人一起分享 看可以找到什么新的商机一起出来 好吗 所以在这个过程 大家可以做一点整合 好吗 想呼吁大家就是 这个可能是一个right moment 跟你的以前可能可以合作的伙伴啊 对手啊 可以不会交流一下 了解一下 看在行业里面你们能做什么改变 希望的是看到马来西亚企业越做越大 好吗 好吗